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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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队府 你有什么功干就对我说吧 跟政府院长没有关系 好 既然 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 我也就弯弓射箭 赵直跑 我这回来 是奉上风的命令 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 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 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 去测测 不行 张表老年纪七十有七 且患有严重的齿槽浓厚和尿道感染 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 你们这么做 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啊 讲啊 可他们要是跑了呢 谁扶这个走 你啊 你看看张表老这样子 他能跑到哪儿去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敢 好 现在就给我立字举 立就立 可隆同志 嗯 张岚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 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 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 是 听州府主席进一步指示 为了营救张岚罗隆基二位先生 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妻子 什么 就是那个和贵子守成群一道 被上海人民骂作虎狼成群的杨虎 是的 他们虽然在四一二大屠杀中 使蒋介是名副骑士的贵子守 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 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 他托人找到我 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另外 他和张岚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 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 郑副书记 那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 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河坚同志 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 把困在辽阳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别听 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人人之事啊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他们杀人越多 跨台就越快 话是这么说 您和罗先生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啊 这贡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眼睛放亮点 给我盯住206病房 没有我的命令 就是天王老子 也不准接近206病房 蒋介石下了死命令 绝不准将活着的账标浪交给共产党 那 你就可以亲眼看看 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 可我听说 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 不光是通共 还说您是 毛泽东的好朋友 通共以罪不敢当 跟毛泽东是好朋友 蒋介石是知情的 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 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 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 话可就长了 好 开始啊 我们是神教 是通过我的老友吴宇章 董碧武 周恩来先生传话 好 后来 抗战胜利后 他为了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 以观音场 担刀附会的决心和勇气 非来山城重庆 哦 当时 他一受沁炎春雪 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 也征服了我 哦 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 他立先下誓 多次冒着 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 前来看我 听取我的意见 就这样 我们从神教 变成支教了 周副主席 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 他们遵照您的指示 和杨虎接上了关系 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 把张兰 罗龙基二位先生 营救出来了吗 来电中没说 总攻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旦中央军委下达总攻令 再营救他们就很困难了 这么晚了 谁啊 报告 进来 报告 三更半夜了 你不给我盯着张罗两个犯人 跑我这儿干什么 这是毛局长 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 做出的决定 你也大队长吗 我是颜队傅 您给我的信我收到了 至于用刀刺死 张兰 喉罗龙基 两个犯人的事 可行吗 队长 好 你放心 一切招办 是 严队傅 聂大队长同意了 他同意 不用匕首赐死张罗二犯了 但是他命令我们 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 用船运到吴松口 系上大石头 将他们沉入江堤 这个办法可以达到 毁尸灭迹的效果 是吗 行 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 是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 无论有天大的困难 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 罗龙基先生的安全 是 就要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 如果上海解放了 而张兰 罗龙基二位先生不在了 主席 请您放心 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镖 我李克农 也向主席立军令状 听 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 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 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 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 如无特殊情况 上海将于二十七日之前 回到人民的手中 嗯 我第一野战军 于五月二十日 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 又连克陕中 渭南等县城 尖敌数万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 于五月二十二日 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 第四野战军 解放武汉三镇之后 有分兵解放 九江 以及军事重镇 亭四桥等地 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 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 会后 请大家一跃 如无不同意见 将电告各野战军之行 嗯 同意 下面 由少骑同志 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 由恩来同志 主将新政协的成员组成 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 上海决战 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那些困受游斗的敌人 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 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 我想下令网开一面 让少数国民党军队 从吴松口逃走 嗯 好 恩来 嗯 你的看法呢 就从 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把这些 本因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 将来 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 哎 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 也总会有办法 消灭这些逃敌的 最后 我再饿药地重复一遍 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 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 撤往台湾 总裁行前做了两点事余 一 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 尤其是在宁户航永一带的潜伏网系 有行动科长朱山元少将负责 请毛局长放心 只要有我朱山元在 共党统治下的上海 就永无宁日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 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 向国防部提供 共党朱方面的情报 准备迎接总裁 率部打回来 是 二 上海沦陷之前 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 言行处决 其中 民盟中央主席张岚 副主席罗隆基 是总裁点了名的 绝对不能让他们 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毛局长 这两个人 都是知名的社会贤党 可否以转移之名 把他们押接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可以 请你立即通知 负责勘押的盐队府 将张岚和罗隆基 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是 我是盐队府 你是哪位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 我找你有急事 杨夫人 你先听我说 叶香志和竹山元 奉老人奉取证之名 要在今天晚上十二点 将张岚和罗隆基 两位先生 押接到警备司令部 秘密处死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 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指示 要你利用今晚一切的机会 在午夜十二点之前 务必完成营救张岚 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在什么位置 还龙鹿我们杨家 办法呢 你听我跟你说 开车 原来是盐队府 盐队府 忙着呢 这么晚了开车干吗去啊 车上是我家属 这不随军撤退吗 规计您懂 小李 过去看一下 检查检查吧 立行公事 行 对付 大晚上呢 这么着急啊 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我家父啊 那旁边那个呢 这不我家兄吗 这个 来来来来 不不不不不 拿着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那就拿着吧 辛苦了啊 弟兄们 报警啊 报警 来啦 来 来 欢迎您 您好 毛主席 对 周副主席 进去说吧 好好好 来 请吧 来 请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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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请 请 陈云同志啊 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 我是喜忧参半 有时候 连觉都睡不好啊 周琪啊 我特别理解 您所忧虑的核心 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 又是经济建设 是啊 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 搞得一团糟 老百姓的生活 没有得到改善 那我们打下的江山 也是坐不牢的 你看啊 我们能不能把上海 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当靶子 先和他们较量几个会合啊 依我看 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 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 也会打上门来 好啊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有人挑战 陈云同志 我给你撑腰 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 后发之人 是 我给你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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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啊 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 战斗了这么多年 连做梦都在想啊 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 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 陈市长 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但是啊 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 您就未必能理解了 看你啊 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 埋葬在心底吧 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 面对这座 我们并不太熟悉的 大上海啊 陈市长说得对啊 先不说 必须解决五百万人口 张嘴吃饭的问题 嗯 就说我一想起 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 特务 青帮 红帮 黑社会 烟管妓院 无业游民 哎呀 我的头啊 都大了 还有比这个更头疼的 就是那些 不同国籍的 外国人 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 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啊 陈市长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 据上海的通知说啊 我们的军队在近战上海之后 严格地执行了陈市长 不入民宅的指示 全部睡在了大街上 天亮之后 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 全都惊得张开了嘴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那下半天 讲出话了没有啊 讲出来了 他们一个个 都伸着大拇指 说大兵睡街上 真是听都没听过 解放军啊 就是了不起 还有一件事啊 连我也没听说过 什么事啊 这国民党啊 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 应要向我这个 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 交印 请 国民党上海市市长 赵祖康 请 赵祖康 好 陈毅市长 我赵祖康 代理代理市长 前来办理 移交手续 请再说一遍 你是国民政府的 什么市长 代理代理市长 哦 没有听说过吗 国民政府 还有什么 代理代理市长啊 陈市长有所不知 国民政府正式 任命的市长 叫吴国珍 他一看形势不好 就把市长 交给了陈良代市长 在上海解放前两天 陈良代市长 又把市长交给了我 我赵祖康 岂不成了代理代理市长了吗 对对对 你当了几天的 这个代理代理市长啊 齐天 陈市长 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 我是不会接受 国民政府颁发的 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 你呀 把它放在桌子上 等以后 我们移交到 历史博物馆 赵祖康 请问军管会的命令 你执行得如何 报告陈市长 我条条照办 国民政府 这个上海市长的 档案 财产呢 完整无损 您可一一查点 那好啊 你我之间 市长之间的交接 结束了 接下来 我还想私人的 也就是讲啊 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 你看好不好啊 谢谢 谢谢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 就是发展经济 说到接管 根据天津的经验 接管是对于企业物资 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 没收分配消耗掉 要当作企业的货品 卖出钱来 归企业使用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的话 就会出现主席 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企业在开工 没有钱 要么向政府借款 要么就停产 停产是最要不得的 两手空空 靠什么来救济 那些失业的工人 是啊 同时 我们必然还会 触弄一些民族资本家 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准备电告中央局 要检查自己的工作 认真克服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 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一说到经济 我就有千头万须之感 头大呀 老毛 上海于日前 完全解放了 好 经过十六个昼夜的战斗 歼灭首敌十五万三千余人 算起来 平均每一天 那就是歼敌将近一万人哪 是啊 恩来 张兰 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 我们的部队当中了 好啊 立即给他们发电报 请他们尽快北上 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哪 好 是啊 抗战时期 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 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 张表老是我的老师 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 他来到北平以后啊 我要设宴答谢他 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 好啊 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 好啊 好啊 主席 据来自内县的消息 随着蒋介石 李宗人矛盾的加剧 和应群内阁 很快将垮台 加和万事兴 国败内耗争 这是两句大实话啊 赵先生 请 请 赵先生 请问你 这个吴国珍先生 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是什么偶然性啊 您可能听说过 吴国珍是很老的国民党员 对国民党忠贞不二 又是坚决反共的 蒋家王朝的重臣 加之 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 很有些能力 有一件事情 他十分伤心 所以挂官而去了 是件什么大事啊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 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 竟被司令他安伯 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 经费 说是 向士兵补贴心想 以保回上海 吴国珍深知 国民党将军们的腐败 一面 向工商界 讨要了一大笔捐款 一面 又向他恩伯 提出不现金发想 而是派 在临时成立的委员会 向士兵们分发 食品和燃料配给证 结果 顺利地发放盘毕 这个吴国珍 还真是有些办法啊 难怪到西百坡 去见毛主席的 颜慧卿老人 历见这个吴国珍 继续当上海市长 他真的是有些办法 可是 后面又发生了一件 意外的事情 让他断然地辞去 市长的职务 挂关而去 那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大事件啊 人所皆知 吴国珍信服 一天啊 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室 熟悉他的方丈 把他带到了密室 对他说 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 可是吴国珍拍着凶途说 怕什么 上海周边有国军 三十万坚守 我吴国珍 还耗着脸皮为他们募捐 然后 方丈就对吴国珍说 我寺中啊 有三百多名和尚 当军队点名发响的时候 穿上军装 冒领军饷 你说的三十万大军 在什么地方 吴国珍顿然惊绝 认为大事已去 黯然辞职 把市长的大印 交到陈良代事长 可惜喽 难怪啊 毛主席 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 劝说他留下呢 真的吗 当然真的了 我陈毅 哪敢造毛主席 和周副主席的谣啊 啊 那 陈市长 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当然可以喽 讲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 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 让我接这个代理代理市长 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呢 你啊 在这一方面 是有功的 我是研究道路 和市政工程的人 让我代理这个市长 也代理结束了 您看 能不能 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你留下来啊 是对的 国家 也需要人才 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 我看这好不好 你继续留下来 任这个 公务局长 好不好啊 这怕不合适吧 哎呀 完全合适 哎 我看啊 赵先生 我们 会合作愉快的 那 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好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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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看来啊 国民党的气数 已经尽了 就我说啊 国民党的气数 早就尽了 不然 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 去推翻他们呢 这话讲得好 为了 我们党运长存 我们接管上海 开个好头 行得市政府 立即挂牌 开上 好 来啊 上海的工人老大哥 老大姐 你们好啊 好 今天 我报纸给你 好好好 今天啊 我们是归队来了 我执意啊 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人民政府 对 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状 表示 衷心的感谢 好 老大哥们 老大姐们 不要以为啊 我们解放了 从此 就是一帆风顺 大吉大利 帝国主义 就老实了 这个老天爷 就 不闹灾荒了 我们自己 就不犯错误了 那是不可能的 要怎么办呢 我陈毅啊 是新上海的市长 我始终相信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纵然有天大的困难 我们大家 团结一心 共同战胜困难 好不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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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又是锣鼓喧天 又是鞭炮齐鸣 这个牌子 总算是挂住去了 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 还是像十五个木桶打水 七上八下的 心里都没有底啊 有什么办法呢 幸好 在丹阳的时候啊 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 潜伏在上海 下面啊 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 我们市委的同志们 才有办法解决 俗话讲得好啊 民以书为天啊 下面 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 增山同志 讲一讲 陈市长 我看这样啊 先让顾局长 把上海的情况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好 根据我们的调查 解放上海的前夕呢 工业生产已经陷入 半解体的状态 濒临倒闭 全上海 一万两千多家工厂当中啊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 勉强可以开工 面坟产业啊 由于北运通路不畅 现在它的产量 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 清坊之业啊 由于缺原料 无销路 现在基本上啊 也陷入 瘫痪的状态 那我们二百多万工人弟兄 靠什么生活啊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 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 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 抓一点小钱 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上海的大米和面粉 还够吃几天的 报告市长 现在的粮食啊 仅够吃半个月 更糟糕的是 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 最多还能燃烧七天 赵捕初同志 你是佛家居士 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上海的治安情况 非常糟糕 流散在上海的将军官兵 近两万人 官民党 还留下了八个特务组织 三万多人 加上冠匪 流氓作乱 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能犯 未来 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 谈谈你调查的情况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 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 乞丐 小偷 妓女 还有 无业游民 大约有六十万人 有多少啊 六十万 这些啊 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不 我陈医 就是杂锅卖铁 也要让他们有遗传 有饭吃 父亲 上海丢了 是啊 我预料中的事情 好在上海 在另一方面 总算 打了一场 让我满意的胜仗 嗯 父亲的意思是 一个多月前 我就命令 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 都晕到了台湾 有这些握在手中 你我父子在台湾 重建大业 也算是有了本钱 是 留给毛泽东的 只能是个烂摊子 烂摊子 我看烂得还不够 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带王 领着大字不识的 陆林好汉 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 这些自称 红色革命家的人 很快就会被上海这大燃缸 染得是里外通黑 一 我不会 轻言放弃的 记住 为了 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 一 搞垮他们的经济 二 刺杀 那些接管 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 据毛局长来电说 他处决了一千多共党分子 还有一千多嫌疑人员 被他释放了 胡闹 对那些亲共的头目 张兰 罗龙基 处决了吗 对不起 父亲 毛局长来电说 由于看管张兰和罗龙基的看守 突然倒戈共党 致使 处决行动失败 父亲 我不得不告诉您 据情报说 陈毅已经率领五千多军政干部 接管了上海 表方先生 艳殿静西 革命战争迅速发展 残敌旧间 为其不远 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期盼各方友好 共同努力 先生 及罗先生准备来评 即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董碧武 爹 走 为何 推荐 找吗 你要 和 六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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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房了 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 见朱祖司令 惠州公 见董老 实话告诉我 竟知为什么坚辞行政院长的职位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莲 发生了兵权之争 不当也好 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当国的元老 居正先生 他的年岁太大了 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那父亲的意思是 无家可归的盐柏川 他何事 还有 通知毛仁凤 尽快拟定出一份 请出中共要人的计划 首要就是 毛泽东 陈毅等 是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 我们解放上海之后 各帝国主义国家 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是啊 我看了一份材料 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晤 一同商讨对华政策 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 准备撤离 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 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 大有山雨欲来 封满楼的迹象 行事是比较严峻 陈云同志报告 我们进驻上海以后 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是的 小兵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 请求我们速拨三百亿人民币 用处有二 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元券 二是解放后的上海 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 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通知 告诉他们 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好 主席 州府主席 李维汉首长打了一电话 说张岚 罗隆基二位先生 今天到北平 恩兰 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主席放心吧 我已经在北京饭店 安排好了房间 好 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主席啊 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岚先生吧 也好